诶,大家好,来到这个4月5号的时间呢,又是我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礼拜会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呢,我们知道进入这个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很怕就是5月份 因为我们通常说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股票市场会就下波了 但是会不会发生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5月份的时候,5月3号的时间 在美国的FOMC有一个会议,他就是说这个会议会不会加息是我们市场现在担心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美国了,不是我们了 美国刚刚这个FOMC会议呢,其实说就是加息 如果这一次5月的FOMC也是加息的时候呢,其实是十多年之内 第一次就是我们的FOMC其实有这个连续两次加息的情况会发生呢 那当时发生之后呢,市场的反应应该是比较难去猜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加息,为什么也有这次 就是说,耶伦之前那个就是Brenerke Brenerke就是说了很多的数据,到了这个数据美国要加息等等的 所以2013年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预期了美国会加息 但是为什么耶伦上台以后,他不断就是引起他的力度也是减小这个加息了 为什么呢?其实有三个的事情,他可能不告诉我们 也是可能他不会在这个新闻在媒体当中去说到这个一些的国家之间的政变 所以他不方便说的时候,即使我跟大家去猜一下 猜一下他会不会这个发生的信号是什么 也可以去猜一下这个加息的预期会不会上张呢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美国加息的几率的几数,这期货 我们看到就是呢,今天我们是强去猜就是 3月5月3号FOMC会议会加息的几率只有13.3% 所以呢是很低的 但是你会问,哎上一期也是一样啊 他在这个FOMC会议之前的两个礼拜 他就通常去到100%去加息 会不会这个发生呢?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比较难 所以呢,当然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刚刚美国才去加息 但是说在短期来说这个是不是下一期就是5月3号去加息呢?比较难的 那他有什么的原因呢?其实有三个 比较第一个是比较短线的 第三个是比较长线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今天录片给大家所有的内容哦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比较短线的一个数据就是 就是今天的晚上我们去到看到就是美国会公报这个小飞龙 就是说ADP的Long Farm Employment 就是说小龙就是什么?因为真正的飞龙是 其实是礼拜五去公布的 其实这个所有的employment啊飞龙也是在星期五会公报 但是这个小飞龙他有他一定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当时看短线一点这个飞龙很多人去看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美国如果加息其实他们的市民的能力跟不可以跟着想 如果跟不想的时候其实他加息是非常的大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的上一个月份的消息就是29万8千个人 那大飞龙就是这个23万5千两个也是比较差 那小飞龙呢下个月是比较好的 但是因为小飞龙已经很好了 大家的预期应该已经改变 所以星期五他公布他比他升的预期比较低的时候呢 其实他反而就是美金跟美国股票市场有一个回调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今天预期其实比这个下个月小很多 小很多 所以说下一次公布了这个公布的时候的这个FOMC会议呢 其实这个飞龙也是还是没有公布的 所以呢这个的会议是比较危险 如果他在这个下个月份的飞龙公布之前 他在这个FOMC就加息是比较危险 也是有违反了这个耶伦的一个准则 就是说他是隔派吧 隔派的他的比较大的情况也是看这个数据去做这个决定的 第二个问题其实这是说我们也是说这个的美国的participation rate 这个参与率他这个参与率其实很少人去看 因为呢我们通常也是去看这个unemployment rate 你看到吗4.7 4.7很好啊 4.7因为比这个5个percent以下就是说全民就业了 全民就业这是非常好的经济学来说 就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是他没有说都是participation rate 怎么去看 因为你看到participation rate就是说究竟有多少人在美国是真正有这个工作去做的 如果没有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unemployment rate其实没有反应 因为他是说所有有participate的人除以有participate去找工作 但是有工作的人去做个取诉 所以我们一看这个有bias啊 如果我们看这个participation rate其实在这个08年的67降到最近的63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unemployment rate里面的盲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计算到 有人说就是我其实要工作的 但是我不participate我去选择就是继续的读书 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经济比较差所以我不找工作了等等等等的这个是有直接去影响美国的经济 所以这个Bernicke说的这个unemployment rate如果去到7%的时候他就会加息 其实到现在只是加了三次的原因就是背后他没有告诉你就是美国的participation rate其实不是那么好 那但第三个原因之前我会跟大家说但是因为这个房子的价格还有通胀的情况 其实美国也是需要去加息的 其实今天的有一个官员去说就是说 今天美国其实可以承担这个2%到3%的加息利率 所以比今天的这个情况今天就是1到0.75到1% 所以其实加多加这个4到6遍的加息其实也可以承担 我也是同意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三个他为什么也是在延迟这个动作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如果他的预期没有告诉我们告诉市场好的时候 其实他突然之间去加息其实美金一定会走强 美金一定走强的时候呢 其实特朗普一定不想的情况 因为特朗普就是说他上台以后他会加四百八片 那他也是说他加息也会走这个弱美元的这个policy 令到他的出口可以去赚钱 那他还没有在说好这个故事之前 如果突然去加息的时候呢 其实美金很容易去走强的 比如说美国的最重要的出口的竞争对手是什么 是哪个 当然是中国 如果美金当方面去走强的时候 其实对人民币他就自己去走弱 如果是这个原因是他自己做的原因令到人民币走弱 令到他的出口美国出口不能够赚钱 但是中国可以赚钱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这个痛脚给这个中国去打 就是说哎 因为你是出口这个货币的员工 所以你的人民币又走强 那今天他突然去弄不好之前 去突然之间去加息的时候呢 那中国就会告诉美国 不是啊 是你突然之间去加息 不是我的问题啊 你突然之间加息 你的美金走强 那我不但是人民币啊 澳大利亚的欧元的什么都走弱 是你做成的 不是我 对吧 所以他的出发点就是 怎么去令到 首先令到全部国家的货币 尤其是这个中国的人们币走弱 走强 他才去弄好这个故事 才去慢慢的加息 那这个有没有危险 就是有危险 我告诉大家就是当 刚才说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通胀 最重要的是通胀 刚才这个房子的价格 如果他还没有在这个价格泡沫之前 还没有说好这个故事 好好的去加息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的房地产 它不是第一次事了 所以像是08年时候 Suprise Mortgage 再出现的时候呢 它就很糟糕了 所以呢 这个情况 大家要留意 就是这个 这个联局 联署局 联署局 这个国语的频道 所以呢 也可以在Facebook 去站好我的page 最好就是下载我的app 所有的国语 英文什么的 都是国语 中文什么的 都是在这个app里面 都是我要做股神了 没有问题的时候 可以在这个comment 去留这个问题 我会回答大家 所以有什么意见 可以去叫我去分享一下 也可以的 那要不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